这对小情侣正在海边拨拨 可突然一只粉色的螃蟹爬到了女友的腿上 男友认为这只是螃蟹也喜欢女友才爬过来的 所以他想要继续拨拨 可女友的眼神却不对 男友起来转身一看才发现 密密麻麻的螃蟹正在快速上岸 生怕女友被抢走 男友赶紧拉着女友拼了命地逃跑 可能是由于太过于着急 他们骑着摩托在一处拐弯的时候突然摔倒 而伴随他们摔倒而来的就是被密密麻麻的螃蟹吞没 这就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科幻灾难片 种群的最新一集 在上一集中 莱昂他们通过监视器发现了座头金群到达了不同寻常的深海 并发现在暗无天日的海底似乎有着犹如星光的亮点 但视频到这里却结束了 莱昂在实验室一直反复观看了好久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甚至他怀疑这可能是一种海底文明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猜测 这个真相都还需要跟着座头金继续探索 可对于这一切一个曾经退役的军官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在军队服役的时候发现 军队有时候就会利用训练海洋生物进行排列 所以他认为这或许是这些被训练的生物导致的 但虎金主动攻击人类 密密麻麻的水母包围港口 以及突然出现的未知冰虫和未知遗备 显然军队想训练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 因此莱昂否决了他的想法 随后继续通过研究 莱昂的团队发现的这种未知遗备 现在还同时出现在其他的海域 甚至已被体内携带的一些物质 虽然与虎金脑子里的白色液体是一致的 但现在他们也不能百分百确定 所以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样本 莱昂又驱车来到了佐藤的货轮公司 可当他来到门口才发现这里已经被武装看管 并且还拒绝了莱昂的进入 虽然没办法直接获得研究样本 但莱昂并不想就此放弃 于是他趁着深夜看管疏松的时候 就翻越护栏溜了进去 原本一路都还算顺利 而就在莱昂即将到达货轮的时候 一个探照灯突然就对准了他 莱昂见状只能选择逃跑 面对莱昂逃到了集装箱里面 保安也直接持枪将他包围了起来 无奈莱昂只能投降 随后莱昂就被带到了公司内部 之前给他带路的那名大叔也来找到了他 大叔来说他们的高层想见莱昂 随后莱昂就和佐藤打起了视频 为了获取到研究样本 莱昂也将他们发现 心形真菌的事告诉了佐藤 面对莱昂的诚实 佐藤也表示 如果他们想继续研究 那么他们往后的研究成果就要共享 而后莱昂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研究样本 也就在他带着样本回去的时候 他也发现该公司又加强了看管的火力 甚至就在他离开后 佐藤又通话了另一个人 并将这些事告诉了他 似乎这个人才是霍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另一边的女医生斯嘉丽 也从网上看到了粉色螃蟹的视频 于是她连同一起研究创伤胡菌的医生 一起给当地官方打去了视频 通过目前的研究成果 他们认为 现在有必要关闭所有的港口和禁止出海捕鱼 因为目前已知的所有药物 对这个创伤胡菌都没有作用 并且这个军群会通过水源和海鲜之间快速传播 然而这些官员却并没有认可他们的提议 就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话 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 同样为了研究清楚 未知冰虫到底是什么东西 科考公司在一次对可燃冰层的所在地派遣了科考船 然而当他们将机器人放入海底后才发现 现在冰层底下已经没有了任何冰虫 甚至在周围还布满了大量划痕 仿佛什么大型机器或者动物 故意将这里破坏了一样 可究竟是什么他们却无从知晓 因为这里除了划痕外 已经没有了任何东西 这边的查理也为了能更好地研究海洋中的情况 他也向上级申请了继续回到海边的考察站 虽然这非常危险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 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想让沉船上的好友死得不明不白 扎莉在回到考察站后 也是因为心情沉重压力过大 于是就叫了男友过来陪自己娱乐娱乐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第二天一早 在男友走后 扎莉也准备打开电脑开始工作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电脑上居然传来了好友生前发来的留言 扎莉怀着沉重的心情看完了他的留言 在断断续续的留言中 扎莉好像也发现了不对劲 除了视频信号异常外 他也发现好像好友背后的窗户外 似乎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